我会 我真的会 三叔 你醒过来 你不能死 三叔 你起来 苏君彦和苏琪喊着 两个人也泪如雨下 如果不是三叔的话 我怕是三岁那年 就被赶出苏家 成了一条流浪坑 饿死在街头了 是三叔 不仅给了我苏家男人的殊荣 还让我掌管了苏家 我如今拥有的一切 都是三叔其余的 就在两个人想尽了办法 想要挽留这位长辈的时候 我可以单独和他说几句话吗 苏君彦和苏琪律师一眼 两人齐刷刷站起来 走了出去 你对他们都很好 是我没尽到 做父亲的责任 现在你有一个机会 可以尽到责任 说完这话 他忽然低头 凑到了苏叶耳边 不知道说了什么 苏叶的瞳孔猛得争大 你 你说的 是真的 两分钟后 手术室房门被打开 苏南轻推着苏叶的病床 从手术室里面走了出来 三叔他 没死 那三叔这是 我给他摘了两针 睡过去了 养一养精神 未来几天 没事别来打扰他 狮子 即便是再厉害 身体已经被掏空了 就要从根本身养起来 说完后 他又看醒了苏君彦 我这里有几个药膳配方 一会儿谁给你 我会安排人 每天给三叔做了吃的 三个人一起 往VIP病房里走 他短时间内死不了了 短时间 那以后 如果按照我安排的 作息时间 很听话的话 是可以活到自然死亡的 苏君彦重重地松了口气 你以后 不亲自照顾三叔吗 我不会照顾人 苏琪被苏南青 这么立直气壮地回复 整得有点懵 两个人回家后 妈咪 你知道吗 刚刚舅舅去接我和绵绵 后来让司机送我和绵绵回来 他去追桃桃干妈了 妈咪 桃桃干妈 是不是快要成为我的舅妈了 这小家伙知道的还挺多 你想让他成为你的舅妈吗 嗯 干妈对绵绵好 你的意思 绵绵妈妈对他不好 是的 苏南青皱起了眉头 来 好好说说 嗯 这些都是我的推测 妈咪 如果我很喜欢数学 你会不让我学吗 肯定不会 可绵绵妈妈知道他喜欢跳舞 却不让他去学 而且 绵绵很害怕他妈咪 是因为他的妈妈很严厉吗 不是 暴君也很严厉 可是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 有时候为了和他对抗 我会绝食 因为我知道 暴君会妥协 但绵绵对他妈咪的害怕 来自于他不确定他妈咪会妥协 苏南青愣住了 霍小石的话虽然东一句西一句 可他却听懂了 因为霍君耀是他的爸爸 所以哪怕平时严厉 甚至或许动手打过小石 小石对霍君耀也是尊敬的 而不是惧怕 可是绵绵的母亲 对于绵绵而言 却像是一个陌生人 一个坏人 让他连最为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 这些都是绵绵告诉你的 不是 是我自己观察到的 如果事情真是如小石所说 那么我还真是要重新地考量一下 这件事了 好的小石 我知道了 我会注意一下这件事 并且观察一下绵绵 如果是真的 我会告诉你舅舅 郊区 陶陶 苏俊艳 你想干什么 告诉你 哪怕我没有彻底忘了你 可是我也不会做你的第三者 我是没骨气 可是这点底线 我还是有的 你放开我 再不放开 我就报警了 今天三叔病危了 陶陶的动作一顿 他嘴中的三叔是谁 陶陶知道 也知道这个三叔对于苏军艳的重要性 他没说话 三叔和安思义 在二十多年前分开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三叔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不能和他在一起 哪怕他知道了南青是他的女儿 可他还是想要追随 安思义而去 陶陶 喝起游戏 我们还能再次相遇 这次我不会再放手了 苏姐 苏南青洗了澡以后 出门准备下楼吃点东西 可刚打开门 就看到苏奇站在他门口中 有事 南青 你给三叔说了什么 就让他忽然有了生存的意志了 真想知道 苏奇点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隐瞒 大师姐的身份吗 苏奇摇头 因为母亲说 如果我出风头 就会有人对我下手 这话让苏奇默地眯起了眼前 我把这话告诉了他 苏奇明白了 三叔肯定觉得 大哥和我能够保护好他 觉得他能够活得好好的 所以才没有了生存的意志 想要去找安思义团聚 可当知道自己的女儿身处危险之中好 他又怎么能先走一步呢 他肯定要活着 帮他扫除一切障碍 尤其是哪个危险 让三叔下意识觉得 跟当年安思义离开的有关系 这也是苏南青的猜测 母亲突然离家出走 对外说是跟人私奔了 可说剩下了我 在家上父母还说的 什么组织的话 我感觉母亲当年的离开 或许是在保护父亲 苏叶显然也是想到这一层 而苏南青刚是告诉她 第一次DNA检测 我经营已经修改了 我们按理说是永远也不会相认的 可是母亲留下了我的期待心 可没想到 二货苏齐却猛地明白了什么 她渐渐站直了身体 神色凝重地看着苏南青 南青 你放心吧 你的身份 我会帮你守着 有任何危险 我都会帮唐美党啊 苏南青有点懵圈 郊区 苏军燕正在抱着陶陶 我不知道南青说了什么 让三叔有了活下去的想法 可我知道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陶陶 当三叔在病床上躺着 回忆起当年的事情 并且说出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没有坚持和安思义在一起时 苏军燕就想到了陶陶 就算我不介意绵绵的存在 可赵慧妍呢 不存在赵慧妍 陶陶 当年我是一时被算计了 才会和她在一起 可这些年 其实我和她之间 除了一个绵绵 什么都没有 我给她未婚妻的头衔 也是不想让绵绵 没有妈妈 但是我早就和她讲清楚了 等绵绵五岁 懂事了 我们就会解除婚约 上次我把她从苏家赶走 就是解除婚约了 赵慧妍 赵慧妍说的 是他们很恩爱啊 可比起赵慧妍 我更相信苏俊燕 我不是恋爱脑 之所以选择相信苏俊燕 是因为我了解赵慧妍的为人 可就算如此 也没想到 当年的事情 竟然会有这种误会 涛涛只觉得这一刻 被伤透了的心 似乎被她一字一句 上了疗伤药 丝丝屡屡地安抚着她 我不知道能说什么 要说什么 更不知道要不要原谅 这个男人当年那一晚 哪怕他被人算计 不是他的错 我更不知道 我能不能当好一个后妈 甚至我都不知道 在自己的孩子 没找回来之前 我只要去追求幸福 到底对不对 男人不再说话 低头堵住了她的唇 苏家 妈咪 明天去游乐场玩 我们可以带上绵绵一起吗 怎么 绵绵昨天生日 我都不知道 也没有送她礼物 我想带她一起出去玩 生日 陶陶的孩子 在五天前生日 我记得清楚 绵绵和那个未见过妹的孩子 只差了五天 这 这是巧合吗 绵绵真的是赵惠眠的女儿 陶陶的孩子 和绵绵都是苏金燕的孩子 而且前后只差了五天时间 她眯起了眼眸 脑子里开始思索着绵绵和陶陶的关系 妈咪 可以吗 行 等你舅舅回来 我问问她 说完这话 她打了个哈欠 转身往床上走过去 都这个点了 她怎么还没有回来 我躺着等她了 霍小时一阵无语 果不其然 半个小时后 床上就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哎 小时无奈地叹了口气 苏金燕回家时看到的就是这幅场景 霍小时明明困奇了 小脑袋官都一点一点的 却还是硬撑着不去睡觉 怎么了 舅舅 你终于回来了 明天爸爸妈妈会带我和小果池 去游乐场玩 我想带上棉面 可以吗 行 霍小时松了口气 苏金燕弯腰 将她抱起来 抱着她一起上了楼 你妈妈呢 妈咪说躺着等你回来问你 结果她睡着了 男兄这个妈妈 当得是真生心啊 无论是小果还是小时 都是这么懂事且独立 在洗漱后 躺在床上 拿出射击 打开了淘淘的微信 忽然瞥见对话框上面 出现了对方正在输入中几个字的提醒 可她等了很久 足足有十几分钟 对方的话也没有发出来 苏军燕忍不住发了一条信息 是一个问号 陶陶秒回了一个问号 小作文呢 什么小作文呢 你正在输入了快二十分钟了 怎么也能写出来一份八百字的小作文了吧 在哪啊 我没有要给你发消息啊 你看错了 我刚才在看电视 不小心点开了你的聊天框 我想你了 明天 南清带小果和小石去游乐场玩 绵绵也想去 你想去吗 我要考虑一下 考虑多久 两分钟吧 两分钟后 苏军燕准时询问 去吧 既然你这么求我 那就去吧 第二天 苏南清睡醒时已经日上三杆了 他迷迷糊糊拿起舍机 正准备看一下时间 睁开眼睛 却见四个脑袋官正在他的床边盯着他 苏南清吓了一跳 啊 干什么 妈咪睡醒 去游乐园玩 苏南清呆了呆 这才看向手机 发现已经中午十一点了 怎么不叫醒我呢 这你就要问你的小宝贝了 妈咪睡觉时不可以被打扰 妈咪没事的 我们少玩一会儿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睡够的 他慢慢洗脸刷牙 换上了一身休闲服 就准备下来 轻轻睡不够的话 脾气会有些不好 还请苏先生见谅 这话说的 好像南清是他什么人似的 自家妹子 什么见谅不见谅的 只是让霍先生在这里久等了 不过南清身体不好 霍先生应该不介意吧 霍君耀身碎的毛子里 透出了一抹冷衣 我肯定不介意 毕竟轻轻身体变得不好 可是为我伤孩子导致的 只是不知道苏家的床 轻轻睡得可还习惯 这话 暗示南清没有在苏家长大 睡得应该还好 毕竟是在自己家里 霍先生或许还不知道吧 南清是三叔的亲生女儿 也就是苏家嫡系唯一的大小姐 他刻意强调了自己家里四个字 又点名了嫡系大小姐 如果不是和霍先生有了婚约 怕是京都其他男人上门提亲 都会被三叔给打出去吧 差点忘了 面前这个人可是大舅子 得罪了他 为了娶亲那个门槛不好过呀 想到这里 霍君耀主动端起了茶壶 为苏君燕倒了一杯茶 看着他低头的姿态 苏君燕心里满意极了 现在这男人肯为了南清低头 看来也算是真心了 一杯茶 让两个大男人都没了刚刚的底意 这时终于听到了脚步声 两个人气刷刷的扭头 就看到苏南清走了下来 等急了吧 没有 苏南清忽然看向了苏君燕 对了大哥 明明的血型是什么 A型 陶陶也是 那赵慧妍呢 听到他提起赵慧妍 苏君燕下意识看向了跟在他身后的陶陶 见陶陶果然聪明 似乎有点不高兴 于是小心翼翼地回复他 A B型 苏君燕是O型血 赵慧妍是A B型 那么明明是A型血的概率是有的 从这方面无法验证我的猜测 还是要做个DNA 小时 苏南清忽然对霍小时开了口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 你找个机会 帮我采集一些绵绵的DNA样本 没问题 快乐的一天总是短暂的 很快到了晚上八点多 天色彻底黑下来 几个人也要回家了 在门口处分开的时候 苏南清忽然喊道 陶陶 苏南清伸出了胳膊 来个拥抱 又不是见不到了 拥抱什么 你脑子进水了 老娘才没有你这么矫情呢 苏南清却不管不顾 走了过来 直接抱住了他 这不是想着 下次再拥抱 或许就要喊嫂子了吗 他气得一扭头 转身往车上走 可刚走了一步 他捂住了头发 抱歉啊 接着卡住了你两根头发 我就知道 不应该给你来什么 矫情的拥抱 害我损失了两根头发 别担心 你脱了我负责 呸呸呸 你会不会说话啊 老娘头发多着呢 怎么可能会秃顶 留下这话 他上了苏军燕的车 等到车子离开了 苏南清这才看向 手指上的头发 带着发囊 非常嗜好 他拿出了一个袋子 小心翼翼地 把头发装了进去 刚装好 就对上了 霍军药戏谑的毛子 清清 没想到你竟然也这么皮 我们玩一个游戏吧 为什么 为什么 霍小石拿出了一个年签 过家家 我是医生 哥哥好幼稚 我家家我三岁就不玩的 但是小石哥哥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 我们配合一下吧 不然小石哥哥会不高兴的 行吧 绵绵绵 张嘴 我要取你口腔样本哦 苏绵绵配合地张开了嘴巴 霍小石拿着棉签搅和了一下 顺手递给了苏南清 好了 苏南清很自然地接过来 又拿出一个小袋子装进去 放进了口袋里 嗯 哥哥 轮到我了 你不觉得很幼稚吗 还是不玩了吧 当然 如果你非要玩的话 我也可以配合一下 苏小果有点懵圈 三个孩子在那边说话的时候 霍君耀却像是洞悉了苏南清的目的 他凑到苏南清旁边 你怀疑明明是桃桃的女儿 桃桃五年前生了个孩子 丢了 哦 那 需要我帮忙调查一下吗 行吧 那 需要我帮忙调查一下吗 行吧 那如果帮了忙 有什么奖励吗 苏南清盯着男人近在咫尺的脸 哪怕玩了一天了 这男人还是这么清爽 一点也不油腻 再这么看下去啊 我觉得我可能会忍不住要亲他 那还是算了 嗯 别帮我了 哎 不是 苏君燕把桃桃送到了郊区别墅 拜拜 不请我进去喝杯水吗 哼 我太了解君燕了 喝水什么的都是借口 他随手拿起一瓶矿泉水递给了他 哦 我说错了 是借用下厕所 这下不能拒绝了吧 总不能让我憋一个多小时吧 从游乐场回来的时候 你明明去过厕所的 甚不好 进入了房间里 苏君燕却不去卫生间了 反而直接拽着桃桃坐在了沙发上 不等桃桃发问 他就压了上去 你干什么 我忍了一天了 另一边 妈咪 我会想你的 嗯 想我了可以随时过来 苏小果顿时点头 这才依依不舍地走到了霍君燕旁边 这时 霍君燕对苏南青伸出了手 我们也来个晚安拥抱吧 苏南青白了他一眼 原本想要拒绝 可在对上男人那深邃 却又委屈的毛子后 最终 他无奈上前一步 抱了抱他 晚安 晚安 刚到楼上 莉莉住的客房门开了 安婷 你回来了 忙完了 嗯 莉莉自从回国后就一直在忙 都好几天没回来住了 今天好不容易忙完了手头上的事情 刚回到家里冲了个澡 打算美美地睡觉 可没想到下一刻 苏南青从口袋里掏出了两个熟悉的袋子 可没想到下一刻 苏南青从口袋里掏出了两个熟悉的袋子 老板 你这是在剥削员工知道吗 苏南青咳嗽了一下 也知道自己有点过分 加薪20% 莉莉在她手下工资很高 年薪都有几百万 百分之二十可是百万起步的 莉莉顿时眉开眼笑地接过了两个袋子 没问题老板 查什么呀 母女关系 老板 你又找到了一个妈 莉莉也觉得自己说错了 看了会小时一眼 难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当年生的是三胞胎 滚 好嘞 我这就换衣服 去加班 明天一早 给你结果 莉莉回房间换了衣服 火急火燎地出了门 刚去到停车场 正准备打开车门 却忽然瞥见一道黑影站在远处 她顿时吓了一跳 鬼 苏奇慢悠悠走出来 非常中二地开了口 这么大一个人站在这 你说鬼 你眼睛不好使啊 你谁啊 长得这么好看的人做小偷啊 你怎么能不学好呢 我跟你说啊 这儿可是苏家 你说谁小偷呢 骂你呢呗 不是小偷 你鬼鬼祟祟地躲在黑暗里面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像是你这样的弱鸡小白脸 我一个能打三个 谁弱鸡了 这女的眼睛真有问题啊 她正要说什么 莉莉借着车灯再次看清楚了苏奇的长相 顿时眼睛亮亮的 哎 话说 你这么好看的男人 为什么不走上正途呢 要么 姐姐来帮帮你吧 嗯 那个 你有女朋友吗 这聊天的话风 是不是转移得太快了 哎 怎么就忽然聊到了女朋友啊 没 哎呀 好巧啊 我也没有男朋友 喂 你平时偷东西赚的钱多吗 肯定不太多吧 要不这样吧 你跟着姐姐吧 我会给你钱 给你住的地方 还可以在京都给你买房子 姐姐年薪几百万 几千万啊 嗯 东西吗